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喜聪 我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课题了就是呢我最近呢看了很多 马华 的文宣 啊 我看了这么多的马华文宣呢我只感觉到了一句成语了 叫做 钱驴即穷 啊 真的是啊 这么多课题可以打 但是呢马华呢来来去去呢都还在呢 啊念之在之一句话 就是追着啊 当初呢 说这个林观音曾经讲过 啊 他是以马来西亚人优先 而不是以华人优先 啊 这句话都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年 啊到现在呢还在那边念之在之讲来讲去 讲这一句 啊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很有力的攻击的子弹 但是却被他们如获至宝的每天拿来重复又重复的用 啊他们也不觉得他们这样的文宣是很苍白无力的 啊我今天我就特地做这个视频来告诉你 这一个东西呢是如何的常白无力 啊 OK 好 现在呢 普遍人的认知呢就是呢 林观音曾经有讲过一句话 就是我以马来西亚人优先 而不是以华人优先 啊 当初林观音的原文是这样讲的 他是以马来西亚人优先 而不是以华人优先 但是呢 就被马华呢 Modify成了 林观音讲自己不是华人 啊 然后呢 马来西亚人那一 part就不要讲了 啊总之你们记得一句话就是啊 林观音讲啊自己不是华人 然后 再啊另外的 天 加油天降下去了 啊 就说呢 林观音啊 拿了华人的票啊 然后就不认自己是华人啊 然后呢就改去跟马来人抱在一起啊 类似这样的展开 你们知道了啦 啊 就是一切从 林观音讲他不是华人 开始 但是实际上 林观音讲的那句是 我是以马来西亚人优先 然后之后才是华人 啊 真正的 这句话是这样 却被马华改成 我不是华人 就这样 啊 然后呢 与此同时呢 的确 是激怒了 相当多的华人 很多华人呢 啊 也没有去考证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就在想 林观音啊 真的是啊 光文复义了 他讲他自己不是华人的 OK 所以你们自己可以去找 资料了 当初林观音到底是讲什么 他是讲他自己是以马来西亚人 优先 然后才到华人 啊 OK 讲到这里了 我就想给大家 翻一个历史故事 就是呢 还记得以前 慕尤丁 还是 国政巫统的副首相的时候吗 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 他那时候呢 他在国会呢 就被反对党议员问到一个问题 啊 你到底是马来西亚人 还是马来人 然后那时候慕尤丁呢 就回答说 我 先与 马来人自居 然后 才到马来西亚人 马来人 优先于马来西亚人 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马上在全国的华人 舆论炸开了国 啊 全国的华人呢 都啊 炮轰他 到体无完乎 就说 你怎么可以这么种族主义 你必须要以马来西亚人 优先 然后才到马来人 啊 大家还记得吧 我没有讲错吧 哦 可是 为什么 几年后 到了林冠英 讲这句话 我以 马来西亚人 优先 然后才到华人 这句话 不是真 合了马来西亚 华人的意义吗 为什么 结果却完全倒反了过来呢 啊 当然 我不排除 啊 很大的因素是因为马华已经把它motify成 林冠英讲他不是华人 并不是这一句吗 哈 OK 好 所以呢 现在呢 我是有请你们如果还有什么误会的话 请你们去找回以前的那些新闻材料来看 到底是什么情况 啊 OK 林冠英怎样否认自己是华人 像我我说我不是华人 我要讲否认 我都不知道要讲否认了 你教我咯 OK 好 还有一点呢 就是呢 你不觉得啦 马华呢 他们的文学呢 太过苍白无力了 结果来来去去 还是用这一招吧 林冠英讲他不是华人 我看了我都在那边流汗了 这样多年了 你们还抓着这一个东西来讲 如果这个东西是有效有力的话 你们抓着来讲 无所谓 但是这个东西是非常没有力的东西 你他们当做宝这样来用了 你可以佩服他们 我是很佩服他们的 这样也行 OK 在这里到最后我要给大家看一个材料就是 在2009年的时候呢 莫迪卡中心曾经做过一个民调 啊 就是他去问呢 不同种族 的青年 你们是以种族自居 还是以马来西亚人自居 啊 然后呢 答案出来 绝大多数的华人 是优先 以马来西亚人 自居 所以呢 当初 林冠英讲那句话 完完全全符合 马来西亚华人的心意 啊 马来西亚华人 就是以马来西亚人 自居 没错啊 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啊 啊 只不过 你们大家都被马花误导了一句 啊 林冠英讲他不是华人 你们去找回去林冠英是不是讲他不是华人 啊他讲他是以马来西亚人的立场去讲这个东西 啊 而不是以华人的立场去讲这个东西 啊你们去想清楚一下 林冠英有没有讲过他不是华人 啊 好 so 今天呢 我特意做这个视频了 是因为了我看到马华 的千鱼巨琼我看到很 血了啦 这样多年了还在用这一句 林冠英讲他不是华人 你们不觉得尴尬 我都觉得尴尬 都有一句俗话说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了 啊 OK 好行啦 别杀 啊 是时候啊 这一招要收起来了啦 真的是听起来都觉得尴尬 我告诉你 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大家 我感谢大家 收听到这一招